这个是你的大姐对吧 你们村子都说她傻了 是这回事吗 是傻吗 傻啊 也是荣耀人都会讲话 大家好我是包哥 我是齐宝 今天我们又来到了大山上 对 齐宝 这一户人家 也是我们偶然的 偶然遇到的 遇到的 我呢 因为 想了解她家比较特殊 这个特殊的原因 我来介绍一下 因为大致呢 我已经了解了一下 她家呢 也是一个单亲家庭 没有父亲 他们也是一个残疾的家庭 包哥来了 比较心痛 在教人家 这位她的大哥 哑巴 不会讲话 这位是她的爱哥 也是哑巴 也不会讲话 这个是她的三哥 也是哑巴 不会讲话 这个是她 最伟大的母亲 她的脚啊 她的脚啊 也不好 这个脚也不好 碰风 也不好 这个是她的大姐 也是哑巴 也不会讲话 剩下的三个人 就是这一位 还有这一位 这是最小的 这个是最小的 这一位 小妹妹啊 我问你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吴果 吴果 吴果 这样哦 呃 这个是你的大姐 对吧 对 你们村子都说 她傻了 是这回事吗 是傻吗 傻啊 也是荣耀人 不会讲话 呃 你 你跟他打手指 你会吗 手指 会 你跟他打手指 你问问他 是吧 你跟他打手指 问他 手指会打吗 你跟他打 两个人打一下 你呢 打一下 会打吗 啊 他会的办法 不会啊 就是你哥哥他们 会打手指吗 会 也不会 讲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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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哈哈 你爸爸来 啊 在前面 哈哈 你跟你三个矮子 嗯 嗯 哦 是这个 你来 哈哈 哦 这个 这个 他也是啊 哦 也是这样 嗯 嗯 哥 嗯 哦 哎 哎呀 哎呀 家庭啊 今天 偶然的 遇到了这个家庭 我跟七宝 真的 心里非常感慨 啊 这个五果 这个 这个比较正常的 还有这么一个小妹妹 所有家的重担 全部由他妈妈 还有他们做一点 哎哟 你这个 这个 你这个干嘛 别让他 啊 这个呆了哈 啊 你们 还虽然是残疾了 希望你们阳光快乐 啊 去吧 嗯 你有什么感言 说两句吧 有点难言 真的 呃 是这样 今天 我 发一个视频啊 呃 发到网上 让 全国的网友 了解你的家庭 可以吗 可以 可以的啊 你妈妈 可以吗 你跟他说一下 不用用遗嘱话 问他 我发到网上 问你妈妈可以吗 可以 可以啊 好 呃 一个女儿 呃 自密地的传播者 做门是走在大山上 和祈宝 我的 呃 也是徒弟 啊 了解你们的农村的 风土人群 对 啊 这些 碰到你们这一个家庭 真的 呃 不容易 这样 我给你五百块钱 啊 包哥 还会来看你们 知道吧 啊 我与个人的 补述你们家庭的一些开销 一二三四五五 一二三四五 这五百块钱你拿哈 不要 不不不 这这个钱是我个人的 是帮助你家走出困境 因为你妈啊也听说个脚不好 对吧 个脚也痛对吧 啊 是吗 你妈 你妈脚也不滑 嗯 嗯 脚痛 等一下之后 我有一点药 如果能拿上来给他贴一下 那 钱拿哈 别别别 别别别 这钱也拿着 拿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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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着 对对对 摆着口袋的啊 包哥是一个爱情 有爱情 爱情人士来的 对钱也要收拾 哎 谢谢 好好好 啊 对对对 谢谢啊 呃 你自己 呃 改善一下的 一下生活 啊 他们都是 残疾人 啊 有好多 哈哈 也 不多说了 啊 照顾好 照顾好你们 照顾好你们 谢谢 我呢马上要走了 回去了 啊 我要吃饭再走吗 吃饭 嗯 啊 不吃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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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包哥 带你旅行不迷路 哦 嗯 嗯 感谢观看